在法企工作呢,我也是辗转过多家上市企业 遇到过好的团队,坏的团队,哭过笑过吵架过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黎地宝 分享法国买房理财避税还有福利的经验 如果需要金融类的职场规划或者是面试指导 也欢迎联系我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聊聊和法国同事们的下午茶 如果只是中国同事之间 可能真的就是去喝茶吃点心品尝美味 那我记得我在出国前是在北京上班嘛 下午如果团队里面有吃的东西 那真的是吃东西,非常的简单 但是在法国不是这样子的 先介绍一下下午茶的五个基础知识 回答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啊,每天都有下午茶吗 每家公司每个组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会有人发起 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发起 说大家一起来下午茶吧 第二点,几点钟下午茶呢 这个其实也是不一定的 有可能就是午饭之后 吃完饭大家聊聊天喝个下午茶 或者是下午三四点钟 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公司会议之后 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也可以进行下午茶 第三个,每个公司每个团队都这样吗 我说的是法国公司啊 如果是其他公司 可能公司文化是不一样的 在法企弄一个下午茶或者是咖啡 或者是早上一起早餐的boss 还是蛮普遍的 第四个,如果别人喝咖啡 我不喜欢我可以喝茶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没有问题的 喝茶喝水喝热巧克力都可以 第五个我除了喝我能吃点东西吗 这个也可以 那最好就是不要太差异化 不要掏出什么周黑鸭鸡爪这些来啃 这个感觉会射死啊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要讲的重点 就是同事发来邀请 我去还是不去呢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 那我还是不太想去 第一呢就是法语不好 怕别人说的我又听不懂 接不下去 第二个呢就可能觉得说 工作事情本来就很多 那又要在一起喝个下午茶浪费一些时间嘛 就觉得啊没有必要去闲聊了 我个人觉得可以偶尔拒绝一两次啊 比如说你确实是比较忙 比如说你要开会 或者是你要准备一个比较重要的报告 一定要交的 那么你说你不去 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只要有空我还是不建议大家跳过这个下午茶环节 因为首先如果你没有因为急事而拒绝这个事情 那么给别人的印象就觉得是 你没有团队精神 以后啊不管组员间做一八六二胸 还是你的上棋对你做一八六二胸 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太好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不要在评语里面留有一些什么不团结的这个感觉 而且如果不参加下午茶 那么很多八卦你是不知道了 比如你们会讲到其他组的一些事情啊 或者会聊到公司业务相关的一些话题 这样也方便我们知道 我们组和其他的组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关系 当然除了聊其他组的新闻啊 或者公司新闻 肯定有时候也会聊到我们自己组员啊 之间啊大家都去哪里玩了呀 周末干了什么有趣的啊 喜欢干些什么啊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场所 但是啊尽量就不要聊一些政治相关的 或者宗教相关的这些主题 或者是直接问别人你工资多少 这种话题 感觉就是直接是射死吧 比较尴尬 而且有的时候就会导致冲突 因为我就遇到过一次啊 有一个实习生 然后参加这种下午茶 然后一个下午在那里说 他支持特朗普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结果 处里面就有一个反对特朗普的 然后两个人吵起来了 反对了那个人 还是他的顶头上司 然后这个下午茶之后 他那个顶头上司 就跟我说 以后我再也不要理这个人了 可想他最后的实习评语啊 也是好不到哪去了 所以啊尤其新人 最好不要谈政治相关的话题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政治 当然这种下午茶 就是多参与几次啊 你就大概知道 哪些话题啊 是比较安全的主题 然后哪些话题 是尽量不要去谈的 下午茶呢 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 然后展示你自己的特长 你的喜爱啊 还有你擅长的主题 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 自己同事啊 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爱好 我觉得对于融入这个组 还有融入这个公司 融入这个文化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表现 关于这个主题 肯定还有非常多的内容 我也会在后面继续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主题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哦